可以看到黑色轿车有钱车头毁损 零件散落一地 而白色自小客车后保险杆被撞开 车身凹陷 另一台停在路边的白车也遭殃 被挤上人行砖现场一片混乱 事发在7号深夜2点多 一名20多岁的文姓男子 酒后开车 行经台北市林森北路和民生东路口时 不慎擦撞前方Uber 接着在失控撞上停靠路旁的自小客车 遭中了两名驾驶 看着爱车无辜受到波及相当无奈 警方到场后发现肇事男子三发浓浓酒气 步伐还有点摇摇晃晃 实施酒侧后发现他的酒侧值高达1.41 立刻将他上号逮捕 所幸这起车祸没有酿成伤亡 男子最终被带回侦办 为自己的危险行为负起责任